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欢迎各位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来谈谈最近在我们中华民国台湾 有一个侍卿的案件 也就是一个犯罪嫌疑人 他吸毒之后将他的母亲给残害了37刀 把母亲的脑袋剁下来丢到了中庭 而居然在法院二审的时候 这样穷凶恶极的罪犯 居然判处了无罪的这件事情 来做讨论 开始之前请各位务必按下订阅 与关注小铃铛 这样老师下次更新视频 或是新的运势解析 您才能够获得通知 好,我们今天难得的来谈一谈社会的案件 这个案件是发生在2018年的10月 良性男子在吸食安非他命之后 与母亲发生了争执 进而拿起了菜刀 持刀追砍母亲37刀 还将母亲的脑袋剁下 从12楼的住家往中庭外抛出去 这件刑案引起了社会的震惊 而在一审判决的时候 检察官依照了家暴杀害直系写清楚的罪名 提起了公诉 提交法院来裁判 而在法庭上 因为良性男子的两名姐姐求情 且成审法官认定良性男子当时是怎么样 是行为时失去辨识行为违法能力 据此来裁量合乎减刑的规定 一审他是判处了无期徒刑 其实以这样的行动 以客观来看 似乎是比较符合社会对于正义的期待 但是想不到的是什么 是在2020年的8月 法院进行二审的时候 成审法官认为良性男子是吸毒后 客观的应该失去了辨识的判断能力 所以才痛下杀手 所以引用了我伟大的中华民国刑法中的第19条 第1项 行为时因精神障碍或其他心智缺陷 智不能辨识其行为违法或欠缺 依其辨识而行为之能力者不乏 法条规定 判处士卿的良性男子无罪 并折赴桃园市卫生局 当然这个是二审 全案如果公审检察官他不服判决 他是可以继续上诉的 而良性男子他折付了卫生局 依法并没有强制的能力 而且依照目前的社会舆论 以及政府现在承担的民间压力 单审如果你要维持无罪的可能性 就客观的判断来看 他是为乎其为的 但是也因为我们的卫生局 他并没有强制的能力 所以此时良性男子如果畏罪潜逃出境 那么所谓的公理跟正义或许也再难以彰显 法院也表示了 如果良性男子他真的就跑了 那跑了就跑了 是没有办法的 那到这里相信大家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公理跟正义了 难道吸毒之后就可以杀人无罪吗 一时之间这个话题在各大社群媒体中整个都炸锅了 我们今天从几个方向来看 首先有人认为是法条的问题 有些是认为公理正义的问题 又要该修补漏洞或是怎么样去稽查 但是老师先以曾经的法律人在这边说明一下 在我伟大的中华民国现行体制之中 我们从基层的警察开始 警察他只有警察权 他没有裁判权 也就是很多人遇到问题的时候都说 我们打电话叫警察来处理公道 不大是正确的 为什么 因为警察权的意思是什么 他只有依法逮捕的权利 谁违法他抓谁 而且是必须符合公诉罪或者是刑事的范围之内 警察是可以抓的 一般民事的 例如说欠权不还 我叫警察来抓你 或是财产纠分 但是我的你怎么说是你的 这种事情就是民事 警察来也是没办法处理的 他再来就是说或许法院的检察官认为哪个案情有疑点 派当地的警察去逮捕 那警察才能去逮捕 所以警察在逮捕之后 他也只能入完口供之后 把这个事情移交给法院 交给检察官来审核 然后起诉 之后就没有警察的事情了 这是警察能做的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而到了检察官 检察官他也没有裁判权 检察官的检查权 他的职责是什么 他的职责是把罪犯的状况 依照他的罪行起诉 什么起诉 就是建议法官 你要判决这样的人 依法应该处于什么样的刑罚 或是判断 他主观判断有些案子是有问题的 在送法院之前 他必须要深入调查这个事情的真相 然后调查之后 反正如果他发现这个事前没有犯罪的事实 他可以直接驳回不送入法院 所以说检察官 是真正是属于我们在整个法法律体系之中 他是捍卫公理跟正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 而最后到了法官 法官是只有裁判权的 他就是怎么样 依照证据以及两兆 就是原告跟被告 像这种刑案的原告就是公诉 就是由国家来起诉 原告就是检察官 来判断这个事情的是非取直 然后去做无罪或是有罪的判决 而有罪的刑度的裁量 也是必须按照法条的规定 你才能在这个范围之内来去定刑期 刑期有些人觉得太少 有些人觉得太多 其实这不是法官可以无限扩张的 他是有一定的范围之内 而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 我国的法官拥有一个非常高度的审判权力 就是所谓的自由心证 什么是自由心证 按照法学的说明 自由心证 就是法官做出裁判的基础之一 所谓的自由 就是法官不受诈欺 胁迫或是贿赂等法外的干扰 拥有自主判断的能力 而心证是什么 心证是法官你可以自行斟酌 在这些辩论之后 还有你调查这些证据之后 依照什么 依照你的伦理跟你的经验法则 来判断这个事情的真伪的过程 也就是有罪跟无罪 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感觉来判案 这个是个很有趣的事情 也就是说法官他可以用自己的主观意志 来决定有罪无罪 唯一的限制就是什么 你要做有罪跟无罪 你都必须引用某一些的法条 来做于你现在判决的基础 所以说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 一审法官他可以把良性男子判处无期徒刑 他是依法裁良的刑度 二审成审法官判处无罪 虽然我们看起来很荒谬 老师也感觉很荒谬 但是这位法官仍然是依法判决 很多人看到这个判决就觉得说 这个世界上没有公理跟正义 吸毒是犯法的 杀人是犯法的 你怎么吸毒后杀人你就变成无罪了 老师也只能说 我国现行的法官制度就是这么一回事 除非引进陪审团的制度 我们才有可能降低这样类似的事情的发生 但是陪审团他也是人 你陪审团也不代表他绝对的公正 对不对 这个很难讲 只能是说陪审团他是一个刺横法官 判出很让人家觉得匪夷所思的判决 一个制约的一个单位 所以说这个事情为什么没有人去推 有我们的国家是有人去推历朝历代 或者是每个政党 他们曾经都想做这样的司法改革 但是为什么最后都没有成功 因为大法官们不同意 而台面上哪一个政客他自己又是干净的呢 现在得罪了法官 上次总统下次村里的办事公务员 以后如果你落在法官的手上 难道你可以完整的脱身吗 哪怕你是真冤枉或是假清廉都是一样的 权力这个玩意儿是很香的 你说是吗 很多人说要补法律的破网 其实补的不是法律的破网 而是人心 人的那颗放在正欲与贪婪的天圣上的那颗良心 而在群情激愤之下 我们或许可以用另外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情 首先良性男子他是不是吸毒惯犯 是不是一直都有暴力倾向 我们暂时是不清楚的 第二良心男子他不是青少年 他是一个35岁的男子 莫说他自己有没有判断是非取直的能力 或是他是不是天生的人渣 我们要想的事情 这是为什么同住的母亲 他会允许这个儿子到35岁 他还继续吸毒 难道我中华民国没有乐界所吗 自己无力管束 难道没有举报持有毒品的检举专线吗 都有110打一下 警察立刻就来 你自己无力管束 你只要举报了 警察听说有毒品案 绝对会飞奔过来抓人 而这个家庭有很多的机会 你可以用一通电话 除了可以挽救自己的生命 可能你还可以救了这个良心男子他的前程 但是这个母亲选择了爱与包容 那么我们想一下 让这位母亲失去生命的到底是毒品 是那把刀 还是他丧心病狂的儿子 还是他自己呢 而事发之后 求情法官重庆量刑的 不是废史团体 不是人权团体 而是良性男子的亲手足 也就是他两位姐姐 这两位努力了为杀害自己的母亲 又同时是自己的弟弟来求情 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是外人 我们不知道 我们没有介入了空间 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权利 这个时候很有意思的事情是 我们引以为傲的民主 跟自由 还有法治 用我们的选票 也无法改变这件事情 我们选出来的政治人物 也都是事不关己 凉凉攘身 这让事情也就过去了 因为这跟他们没有利益关系 我们的三民主义 武权宪法中的创制权以及复决权 这两大权力从来没有让我们百姓使用过 而我们的罢免权 只是让我们用来罢免斗垮政敌 罢免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人 而不是他贪污 也不是他腐败 只是单纯的 我看他不顺眼 而这件憾事 难道上天不管吗 当然不是 老师说过 这个世界 讲求的是一个救济的平衡 你犯下多重的罪 你就必须还多少的业 受多少的苦 服多大的心 或许人你可以躲过这个人世间的刑罚 但是当你失去肉体的生命之后 最终你还是必须付出代价 你能躲过的 不就那几十年的阳寿时间吗 躲不过的可能就是你求出无奇的 无间地狱或是阿比地狱了 当然老师不是判官 恶人要受多大的罪 不是老师来判定 天地判官自有定论 老师只能说 这世间罪与罚 善与恶 我们离天堂与地狱的距离 从来都是我们自己决定 你可以不相信 但是他不会因为你不相信 他就不存在 例如什么 我要讲个故事 例如像老师三岁的时候 想看到卡通 想模仿小飞侠 绑个披风他就飞上天 所以老师就绑了一个大毛巾 玉巾大毛巾 当了披风 从什么样 从姐姐的双臣铺 从上铺上面 把毛巾 鼓足的勇气 决定我可以 我相信 我能够 所以说众生一跃 想要飞出宇宙 浩瀚无鹰 但是飞是飞的 只不过一秒之后 重重的摔在地上 口吐白沫 被老妈紧急送医 有时候你怎么想的 或许不这么重要 重要的事情是 你做的对还是不对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如果你需要老师的 专业命理咨询服务 或是周边产品 下方都有咨询方式 以及卖场连结 我是陈老师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